各位好,今天我们做一次照片APP的加餐,原因是因为升级到iOS18以后,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用户来讲,能够主观上有体验到的变化最大的,或者我们用消极一点,但是直接一点的词去描绘,觉得最不太适应的,不太舒服的一种感觉。 我大概率上猜测就是照片APP了,因为在iOS18正式版更新之后,我上一期视频给大家演示的,它加入的一些新功能,比如说改变图标的颜色,改变图标的位置,改变一些按钮,改变控制中心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其实都是需要用户事先知晓了之后,然后再付诸行动去主动调节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普通用户在升级完新的系统之后,它是不知道有什么新功能的,也不太会去主动的探索或者是调整哪一些的功能。 它99%的概率还是按照原来这台手机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是大部分用户。 那当它用到照片APP之后,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知是说,哎呦,怎么变了。 那在大部分用户里面,又有绝大多数,其实对这种改变是有点不适应的。 当然对于我的观众来讲,应该不至于像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仍然觉得希望能够专门录制一期加餐的视频,给大家去详细的来演示一下iOS18的正式版更新之后,这个照片APP的界面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相信简单的一些操作能够快速的帮助大家去链接到原来你经常使用到的那些功能。 当然我原来做过的瓜子泡茶系列,照片APP的那一集里面讲的所有关于照片APP的好玩好用的功能,在全新的改版之后全都能用,只不过位置变化了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带着大家来去熟悉一下。 在更新完iOS18之后,照片APP的图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我们打开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应该就会让一些观众觉得有变化了。 因为打开照片之后,你不再是一个满屏幕的一格子一格子的照片了,而是从这里开始,它的下面分成了这样。 而你往下滑,你就会发现它的分类特别的多了。 这样可能会给人造成一些不太安定的感觉。 但其实如果你了解到这些分类的用意,其实你也可以在其中进行受益的。 那这样的界面上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Apple智能的发布。 所以我也录了好几期节目,跟大家去聊Apple智能的问题。 我觉得因为Apple智能,iPhone从软件到硬件做了这么多的变化。 那大家投以足够的目光也是值得的。 那首先呢,在这个界面里面,我们原来熟悉的下面有一个最常用的什么叫图库,相簿,搜索,没了。 那它其实全都整合在这个界面了。 比如说图库就在这一部分,搜索在这儿。 然后相簿呢,其实在下面。 你说这明明不是相簿,这是最近的日子。 对,别着急,我会告诉你下面会变成相簿的。 我们先来看图库的这一部分。 原来在我们用图库的时候,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下面有年月日。 你可以方便的通过时间来去搜索你的照片,但现在没了。 但是,这就是我视频的意义了。 我告诉你它并不是没有了。 只要你稍微往下滑一点,你看,这就是图库了。 所以有没有发现,它把图库也做成了一个模块,整合在了你的初始界面当中。 你看我往下滑了之后,这里是不是就显示图库了。 如果我想关闭图库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个X,如果我点击这个X,又回到这个初始界面了。 所以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界面,你首先要能够理解,它是把原来的下面的1,2,3,4个按钮,把它全部都可视化的整合到了这个界面里面。 我自己把这个照片APP刚一打开的这个初始界面起了个名字叫主页。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照片的主页。 那你看,这不是写的照片两个字吗? 那你就把它后面再脑补两个照片主页。 那上面这是图库,下面是最近的日子,再下面是人物与宠物等等。 那你要进入图库的话,其实你就是这么一来,就进入到图库了。 那在这个界面里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比如说我们的年,月,全部就都可以显示在这里了。 当然了,搜索还在这里,选择也在这里,然后筛选和排序也都在这里。 那我相信能够找到这一步,你对大部分使用照片的场景就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聊到iOS18怎么让你的照片APP变得更方便了。 那其实更方便的部分在哪呢? 并不是图库,而是下面这些部分。 那你说下面这些部分我看起来好乱啊,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理解。 就像我这个里面有很多都是空的,因为我这个是专门做节目的样机,所以很多里面都没有一些照片被识别出来。 那我们往下滑,你就会看到似曾相识的内容了,比如说媒体类型,是吧? 比如说更多项目,比如说相簿在这里,共享相簿在这里,强指建议都在下面。 那你说这个,我平时最常用的也许是,举个例子来讲啊,你最常用的可能是相簿,或者是这个媒体类型比较常用,是吧? 那它现在排到这么下面,我怎么办? 你一定要滑到最下面之后,你才会看到一个叫做自定义于重新排序。 我们点一下这个自定义于重新排序,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精彩在这里被呈现了出来。 当然,你首先跟大家说可以还原,那可以还原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大胆的随便改了。 那比如说最近的日子,新功能,我不想用,勾掉,就没了。 当然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建议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去体验一下这些新功能。 那如刚才所说,比如说你最常用的是相簿,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相簿拖到最上面。 然后其次呢,是媒体类型再拖到上面,按照你的需求排序,然后把你不希望看到的,你可以全都删掉。 我这是随便写的啊,然后插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再回到上面,你就会看到你熟悉的样子了。 也不能说熟悉吧,就是原来的那种为你定制的感觉又回来了。 上面是图库,下面是你最常用的相簿,再往下是媒体类型。 那熟悉了这几个步骤之后,我相信大家可以非常快的就在头脑当中建立起一个新老照片APP的一个连接,帮助大家更好的快速的去适应iOS18的照片APP的改变。 我个人因为是一直第一时间用iOS18的测试版用过来的啊,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再去期望和等待什么Apple洗心革面了,又把这个不好用的照片APP的界面换回原来那个样子去了。 我强烈不建议大家抱有任何一丢丢这样的幻想,因为在我使用iOS18测试版的过程当中,这个照片APP的主界面其实已经被修改过多次了,其中很大的改动就有一次。 那我有理由相信,基于这种模块化的主页式的呈现方式,不太会再改变了。 而且有一定的可能性会逐渐逐渐的延伸到其他的APP当中,以适配即将到来的Apple智能。 在Apple智能的加持下,把所有的这些iPhone的内置APP通过Apple智能再重新的串联一遍。 所以照片APP的界面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它背后是有一些深远的原因的。 说这些其实只是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强烈建议,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再抱有幻想,回到过去,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去适应这个新的照片界面的变化。 然后尽快的喜欢上它,这个才是出路。 当然其实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使用测试版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6月,6,7,8,9,对,已经有三个月了。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经过自己的自定义,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排列之后,还是能喜欢上它的。 最起码能够跟原来的持平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一个分享,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